要開始嗎 好 謝謝 我想我們醫療資源中心的一個成立 主要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的 以及自主健康管理的相關的就醫採檢 以及在隔離期間 檢疫隔離期間 它需要的相關的這些服務 或就醫的轉型 我們都需要把它做得最好的一個標準 能夠做好相關的服務 那為什麼要做好這些服務呢 因為減少他們因為得不到相關的協助的時候 或者是相關的資訊的一些了解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沒有辦法來配合整個的一個建議 隔離的規定 不能外出 不能拿出運輸工具 不能這個相關的這些的一個行為 就會違反我們的中安的規定 並且也會造成社區傳播的風險 所以我們在這個1628號 成立這樣的醫療資源中心 我們就來自我們38區衛生所 去挑選我們特別資深的這些護理師 能夠來進駐到我們的醫療資源中心 另外我們自己局裡面呢 包括長期照顧中心 之前叫做照科 以及我們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以及我們的健康管理科 也各派議員來參與這個醫療資源中心 所以我們分白班、小葉 白班、小葉 總共 因為小葉分 分兩組 所以總共 14、14、14 總共有42位 包括我們這個局裡面有三個科的一個三位 總共有42位來輪值這樣的一個醫療資源中心 那這42位裡面我們當然也會去做一些 兩個禮拜為一個翻點回去做一些整個理替的一些作業 那同樣的我們真要的這些衛生所的資深的護理人員來協助之外 我們也對於衛生所假設有能力上在整個 整個公共衛生的一個防疫的一個推展上 或者是業務的推展上有相關的能力需要的做一些協助的部分 我們也會盤點從其他的方式再去因應我們各個衛生所的能力的一個需求 所以大致上是醫療資源中心的一個處理的情形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高雄市到目前我們這個解除這個居家檢疫的大概已經超過一萬人 一萬人的一個居家檢疫 所以這些一萬多人這些居家檢疫的服務 都是我們醫療資源中心 以及我們事務化局處的團隊一起共同的一個服務 比如說最早期的時候 我們的環保局就是來收集居家檢疫居家隔離的對象 他的垃圾假設沒有人去把它傾倒的話 我們環保局的同仁會去做一個收垃圾 假設三餐沒有人供應的話 比如說他在家裡面假設是獨居 他需要送餐的一個服務 我們社會局的這個社公司也是很辛苦去執行送餐的服務 我們這個居家檢疫的對象 我們的李幹事 透過中央早期給我們的這個資料 會有一些時間的落差 所以整理上非常的忙碌 不然時間很多這個路徑的這個旅客 需要做居家檢疫的一個服務的一個情況的話 所以這個時間的落差 我們盡量去一方面中央也持續做一個 過程面的一個改進之後 縮短這個落差 那我們跟地方的這個不正單位的 李幹事們 區公司的李幹事們 大家一起把這個事情把它掀接吧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有警察局 假設我們發現這個電子監測的一個情況 發現怎麼這個檢疫的對象沒有做一個回應的話 發現是不是相關的情形 我們很快的警察局李幹事 或者會深鎖的相關的同仁 就會來去敲門 去瞭解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綿密的一個 一個服務 那甚至在我們的4月6號 我們有擴大服務 因為我們都了解 所以從3月19號開始就是禁止 外籍人士入境的一個情況 另外所有從國外各個流行區回國的 的這個入境 我們台灣的這個同胞 我們的民眾 餘慮要做居家捷運 所以短時間內居家捷運的對象上升了非常快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也因應這樣的一個情形 也擴大服務 包括防疫旅館的一個媒合 所以如果以防疫旅館來講 我們目前9家防疫旅館裡面 有700坡的一個床位 那逐步的從早期的一個 兩三個禮拜前的 需求量非常高的情況 目前的需求量有稍微降低一些 所以這些點點滴滴 都是我們整個醫療資源中心 以及跨局處的這些同胞們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把這個可能的社區傳播的一個 所謂的斷點 把它營造的更多的斷點 那更多的斷點營造之後 我們這個社區傳播的風險 就會降低 所以這是整體上來講的一個情況 先做這樣一個報告 局長我們大概衛生局有活路多少人 那20小時這樣子 過敏不休在提供服務 是真的滿辛苦的 是很辛苦 我們衛生局所是一個大反對 衛生局包括衛生局所總共有42位 42位 那這裡面有一些會有稍微輪替的一個情形 所以最基本就是42位會維持這樣一個運作 那大業呢 大業是另外我們這個疾管處 我們主辦的一個處事 以及結合鄰近的這個 林亞衛生所跟左營衛生所的一個人力 我們輪植這個行政種子的一個 就是手機做一個指販 所以晚上12點到 今晨8點這一段時間是用手機來指販 只要把C23-0250這個防疫的一個專線 就會直接到手機 就可以來做一個 看看對方的一個需求是什麼 可以做一個專線 那請問一下有 哪些是從天槍過來的人力的面子 還是有 我們會看那個 各個衛生所的一個基本的人力 我們會去做一個評估 哪些衛生所再搭配 哪些衛生所的這個護理師 他相對的他的服務的資歷比較資深 那相對的這個資源 以及他的服務的一個人口數 我們去做一個綜合研判 譬如說田領衛生所 也有這個護理師護理長來這邊來協助 這些組長現在叫做組長 也是來這邊協助 那也有相關的這些大喜山區域的 也有人來做一個協助 但是也有都會區的做一個協助 所以我們會依照這個 各個衛生所的一個業務量 跟湯湖的人口數 還有這個護理師本身的這個資歷 我們會去做一個人員的一個調步 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新聞局局長 大概先讓金發局 金發局 吳局長來 謝謝 我在這裡再次特別感謝我們市長 繼上一次開第一槍之後 宣布暖心相守繼未來的運動之後 今天再一次 用行動來支持我們這個運動 也謝謝衛生局長也來共槍響應 我想一方面 他是來用行動支持我們高雄 在地的店家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協力 度過這一次的這個疫情 所受到生意的影響 另外一方面呢 也藉由這一次的機會呢 感謝許多過去曾經協助過高雄市政府 或者協助過我們這個疫情推動的朋友 所以我想這個運動非常有意義 我也呼籲大家 我們用社區運動的方式 用小和分散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最心愛的店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做這個熊 人人人之間的接觸 都有增加的社區產業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提升這個防疫的一個規格 所以做這樣的一個限制 那我們當然了解 親子之間的一個互動是有什麼需要 但是我們也推出所為的 從這些住宿型的長照機構 能夠採用這個視訊打架的方式 能夠 其實是這些的一個 防疫的一個標準是只會在持家的 才會持續增加 從一開始的性質網課 或者是白天一人一次違憲 到最後的就是禁止疑惑 以及禁止貪圖跟外出外宿 那改與視訊懇見 那這些都是大家一起來 這些人都方便 就是希望能夠確保更多的人的一個安全 所以我們也一方面也 對 比如說長輩他們的肯定嗎 對 你們有什麼愛的肯定的方式 那個如果說沒有這些設備的話 他是可以譬如說跟機構聯繫好 他到了機構的一個定點 那個一個定點機構會有 我們也了解到 有一些機構他也會有這些設備 設備 設備在譬如說 我今天來到這個機構的定點 我兩側體溫 機構會有一個區域 他的設備 他就可以兩套設備 一個是在床邊 住宿這個住民的一個床邊 一個是在這個 這個機構的有一個區域 那就透過兩邊 就可以做一個更新 所以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因為沒有這些這些3C的設備 可以跟機構聯繫 他可以來做一個定點的一個建築 但是原則上這些的防疫的作用 就是希望能夠降低這個 包括機構內的感染 跟社區傳播的一個風險 主要是這樣 因為只要一個機構感染一發生 那是不得了 就是很有可能 這個依照新的重要的規定 就很快進行過去的清空的作業 那會影響更多的人 主要就是大家的 機構內的住民 都是抵抗力比較弱的 高齡的 你有沒有確認說 某個機構 這一套 等於是說 他們的新的設備 確定 這些設備 基本上我們 在做一個舞蹈 溝通的過程 我們都有做這樣的一個告知 那機構他們也會準備 那如果真的有 我們相關的這個 住民的家屬 如果有遇到相關的困難 譬如說真的沒有這個設備服務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聯繫 我們來做一個了解 那其實 在目前的這樣的一個 手機的一個環境 應該是比較 比較這樣的一個情況 應該是比較不會發生 那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個案的話 那也可以跟我們聯繫 譬如說打1966 打1966 就可以來做 後續的情況的了解 做一個個案的組織 我們相關的長期 長照2.0的相關的服務 所以 撥到1966的專線 我們有相關的這個值班 直專線的同仁 會跟大家做一個說明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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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有問一下 如果有偏鄉的那些護理人員 那他們會不會有聽到一些抱怨 或是他們有些心情上的 就是覺得太遠啊這樣 對 因為這個是一個因應整個新冠肺炎全世界大流行的疫情 所以我們市政府 我們指揮官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在1月20號大年初一就一起開設 那也因為當時很擔心 我們有個台商 有五天消費的一個過程 擔心社區傳播的風險是高的 所以在1月20號大年初一就一起開設 那我們也緊接著衛生局 我們也徵調了衛生所 以及我們局內的相關科事的同仁 來成立醫療支援中心 就是希望配合中央的一個檢疫隔離的一個規定 我們把這個居家隔離以及居家檢疫的這些市民 能夠做好相關的一個規範 讓他們能夠配合整個法令的規定 所以我們在成立醫療支援中心 就是需要我們這個人力的一個支持 那這些人力的動員 就從各個衛生所我們去盤點 他的相關的這些人力資源 以及他的個人這些護理師們他的一個經驗 那來做一個調度 那當然在初期 確實因為這個工作的環境改變了 並且這個交通也改變了 所以初期的在支援的人員 在整個的一個時間跟家庭生活的安排上 確實是出現不方便的一個情形 但是慢慢的大家在融入這樣的一個 醫療支援中心的團體的運作之後 瞭解這個醫療支援中心的一個重要性 譬如說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會這樣他有醫療上的需求 他有這個其他相關的這個採檢的需求 有症狀的時候怎麼去做一個通報 那要去哪裡做一個採檢 或者是說有一些他在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比如說居家檢疫來講 從國外回來的 需要做居家檢疫14天 有一些家裡不方便 讓他做一個居家檢疫 他需要這個所謂的防疫友善的一個儀管 那這時候呢 怎麼去做一個軟體 做一個協健安排 那甚至他需要就醫的時候 假設有發燒 有這個複膝道的症狀 後續的也所謂嗅覺味覺或不明明的固件 那這些疑似的新冠肺炎的症狀 我們也會安排消防局的救護車 所以這樣的一個轉型的服務 是需要有經驗的副理師來幫忙 做一個了解他的需求所在 再來添接外部的一個資源 跟放群庫的資源一起來投入 那難免在一開始大家再怎麼去做 當時會有一些不方便 比如說邊緣地區 我們也了解初期的話 邊緣地區 他這個小夜班 他到晚上十一二點 他要準備下班的時候 其實假設他個人 不會開車 只有騎摩托車 要軌道這個天鄉去 也是非常遠的 所以我們都了解這些情況 逐步的了解 大家的一個心聲跟需求之後 我們去做一些替代式的 比如說有一些住在比較遠的這些 這個區域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他可能十點 十點左右就可以先下班 另外的人再幫他攪拌 這些我們都做一個人力的 彈性的調整 另外的話難免說今天我當主人的 邀請客人來 如果我做環境的接收說冰箱這裡有 這個飲料有什麼樣的一個點心可以去取用 如果當主人能夠很多很多的細節環節都把它服務得更好 那客人就好像冰至乳虧的感覺 那這些其實都是難免在整個的一個打仗的時間 有一些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一些小細節小插曲 難免會有一些 一些小巧的一個覺得說 希望說我們把這個環境弄得更好 這個是難免的過程 那其實這些 這些孜孜節節的事情 在初期是有一些 但是相對的不影響我們的作戰力的一個提升 跟我們的角色功能的發揮 那這些後期 中後期之後就沒有這些現象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